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无人机项目的课程 那么今天我们继续先要学习新的内容 好,我们还是先从PPT说起 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讲的是这个电视器编码器模式 监测直流电极的这个转速 那么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 我们为什么要监测这个电极的转速 但是这个问题对我来说肯定是觉得比较无聊了 但是会有初学的同学会问这个问题 说我们为什么要监测这个电极的转速 首先呢,这个闭环控制它是必须有反馈环节的 你要控制这个电极的速度维持在一定的位置上 维持在一定的这个速度上的话 你就必须有这个反馈环节 那么无人机呢,电动车等等这些带载的电机 它的速度呢,由于受环境的影响呢 开环速度并不稳定 所以我们并不会去用一个不稳定的系统 所以呢,我们要对它进行闭环的反馈控制 让它维持在我们设断的直附近 然后电机自身对转速的限制 这里面我们打了一个括号叫机械受力强度 这个呢,在我们直流电机里面呢 不是经常考虑的 但是在我们交流电机里面呢 会考虑这个 比如说你的电机转速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你就一直给它提高速度提高速度 那个电机的转子它是承受不了这个离心力的 它会把自己转散架了 就整个电机就转 转碎了 当然这种情况不是经常发生 但是这是电机设计的时候是需要考虑的 它会有一个额定的转速 超过这个转速之后呢 对这个电机实际上就是会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机器损伤 会有这个可能了 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一些工艺监控系统中呢 它会 用户界面会需要显示这个电机实时的这个转速 所以呢,我们监测电机是转速是很有必要的 然后呢,电机测速的这个传感器 常用的这么几种 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光电编码器 比较常用 或者传感器也比较常用 光山尺 光山尺的话 它主要是测位移的 那么对我们这个电机速度来说 你用位移处理时间就可以得到它的这个线速度 线速度的话 再处理它的半径 然后就能转化成它的角速度 最终转化成电机的转速 还有一个这个传感器 就是旋转变码器 这个呢,精度可能比这个光电编码器 或者传感器要好一些 那么这个也是比较常用的 但是这旋变的话 它的这个方式可能跟光电编码器 就是它的工作原理跟光电编码器 或者传感器就不太一样了 那我们首先来详细介绍一下这个光电编码器吧 其他几个传感器我们就不多说了 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自行的搜索一些资料 这个光电编码器在我们直流电机里面非常常用 它的基本原理就是这样 这个我们这个电机轴上带着一个码盘 这个码盘呢 有的地方是遮光的 有的地方是通光的 然后呢 这个有个发光管 发光管从上往下照 如果是碰到这个通光的地方呢 这接收管就接收到接收管接收到的话 这边取的信号就回到单评机了 一照到之后呢 这边接收到或者是高电瓶或者低电瓶啊 那么一般情况下 我们假设它是接收到这个灯光的时候是高电瓶的话 那这个光盘就是这个码盘挡住的时候就接收到就是低电瓶 所以它转一圈之后 这边接收到就是高低高低高低 那么我们对这个脉冲进行技术就可以得到这个编码器嘛 就可以得到这个编码 然后呢 我们实际上是不用的是 我们实际上这个发光管呢 用的是AB两个 也就是说两项 它为什么要用两个呢 两个的话就不光可以技术 还可以辨别方向 你用一个的话是只能技术的啊 就是一圈 转了多少个脉冲 但是两个的话 你左转 就是顺时针转或者逆时针转的话 转的话我们就可以区分开来了 那怎么区分呢 就在这边 如果是顺时针的话呢 就是A的边缘变化总是先于B 它先下降 B再下降 它先上升 B再上升 并且它们两个相差的相位是相差90度 那么如果是逆时针的话 就是反过来 B总超前约A 我们就是这样判定的 那么根据这种就是我们最常用的这个啊 增量是国内编码器了 我们最常用的这种编码器的话 我们的SM32单讯机 它是有专门的这个啊处理机构 硬件处理机构去处理这个 编码器的这个信号的 这样就免得我们自己去写程序 搞一个什么外部中断 监控的下降员 再接控它的 然后再在技术等等 这些很麻烦 或者定时器 不停在这采采样采样 这些都很麻烦 我们SM32中的这个 定时器的这个 编码模式呢 定时器它可以有一种模式 叫编码器接口模式 那么这种模式的话呢 我们通过这个 设定这种模式的话 就可以直接把他定时器的这个两个引脚啊 接到这个编码器的输出两两个引脚上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 计存器的这个配置 好 这个IC是input capture 就是说输入捕获 把这个引脚呢 应试到 T1定时器的第一个脚上 然后这个引脚应试到T1定时器的第二个脚上 那么这两个脚AB不就有了吗 然后呢 我们这个输入的信号 比如说是这种模式的话 就是AB B 那么 刚才我说这是顺势中转的话 那么这边技术器就是向上技术的 如果掉过来啊 B超向于A 密时针转了 那么这个技术器就减技术向下技术 所以呢 这种AB向的方式啊 不仅能 反映我们电机的这个 旋转的这个速度 又能反映我们电机旋转的这个方向 刚好是相反的嘛 那么 我们仔细看一下 这种配置模式下 TI1的这个上升延 引发了一次技术 然后紧接着T2i的这个上升延 又引发了一次技术 那么 TI1的这个下降延 引发了一次技术 TI2的这个下降延 又引发了一次技术 实际上到这为止 光电码盘才过了一个遮光的孔 我们大家看一下这里 这个s0s1遮挡这个 这两个发光管 那么过这么一个距离 实际上 引发了四次技术 引发了四次技术 我们大家注意一下 这是因为这种配置模式 啊 sms等于011 这种模式的话就是所有的输入均在上升延和下降延有效 也就是说 TI1和TI2这两个信号的边缘都会引发技术 好 那么这个这种模式呢 也是我们比较常有的一个模式 那么我们 啊 这个编码器模式 跟大家说到这里 啊 这个图呢 是我摘自这个stm32中文 啊 参考手册里面的 啊 我建议大家把这一张的内容好好读一下 啊 非常有用 不光是stm32 各种电机控制的dsp 包括处理器等等这些 他的这个编码器接口模式都是与此类似的 啊 我们大家熟悉了这一个之后 其他的就都可以理解了通用过去了 活学活用 那么我们电机测速的话 我获取了这个编码器的数据之后呢 还要有一个测速算法 把这个速度呢 算出来 那么测速原理实际上呢 最常用的是m法t法和mt法 这个这两种方法呢 各有优劣 在所有的组合起来叫mt法 这个m法呢 实际上是在规定的时间内 对这个脉重各数进行计数 然后呢 就跟这个位移除以时间等于速度一样 所以呢 他这种是 计数 那么除以时间 然后得到他的转速 那么这种方式呢 是有一个缺点 就是说他高速的时候呢 无差小 低速的时候无差比较大 然后呢 t法呢 是 刚好跟他反过来 他是 这个是测的时间t 这个是以频率为那什么的 所以刚好倒过来 所以他的这个缺点就是 低速的时候 我测的非常准 然后高速的时候呢 我测的就不是很准 所以呢 mt法就是把这两个项子综合起来 高速低速呢 高速的时候呢 以m法 为主 低速的时候呢 以t法为主 这样的话呢 就高速低速的时候测的都是准 那么我们sm32这个定时器测速的话呢 也是分这么几个步骤 首先呢 把这个定时器配置为编法器接口模式 然后在规定的时间内 读取电机的速度返回脉冲个数 然后如果有需要的话 那根据m法进行速度求解 或者是t法也行 这个就依据大家的这个需求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今天这个演示环节就是通过串口 给定转速 然后实时显示直流电机的这个实际速度到串口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代码 代码这个配置过程呢 简单来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无联网开发板和给我的这个无人机上 都没有这个电机的这个测速电路 也就是说没有这个编码器接口 所以呢 我就用了我手边的一个小车 那么这个小车呢 它的处理器跟我们这个无人机上的处理器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处理器是C8T6 然后它的这个也有这个MPO6050这个传感器 然后呢电机的这个接口 电机的这个驱动器跟我们物联网的不太一样 但是它的这个电机有编码器接口 所以呢 我们用的就是这个硬件来做这个实验 我们这个课程呢 可能大家听的比较揪心 因为我前两天后后换了好几次硬件 也是为了给大家把这个东西讲清楚 因为这个硬件可能我们飞机上没有 或者物料上没有 但是我觉得它对我们无人机的项目来说是必要的 所以我就会从其他系统中把这个硬件抠出来 给大家讲一讲 希望大家这个明白我的苦心 然后我们要初始化这个编码器 所以呢根据我们这个硬件原理图 它是连接到T4管脚上的 那么Timer4嘛 Timer4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T4初始化一下 这个基础的GPU初始化呀 输入模式这些我就不说了 然后它要用这个定时器的话 这个定时器肯定也要初始化一下 那么就配置成这个技术模式 然后呢 这个在此基础之上 我们还要把这个T4初始化为这个编码器的形式 这个扩完树里面有一个非常方便的 叫Encorder Interface Config 就是配置编码器模式 然后我们怎么配置呢 把这个T4定时器 然后这个编码模式呢 就是T1T2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对应的我们这张图 PVT又不见了 对应我们这张图 SMS等于011 也就是说T1T2的每个脉虫都能处罚一次技术 是这个意思 然后后面这些是说 这个这两个的极性 那么都是上升演 好 这样配置完了之后呢 我们 在这个中段函数里面 去周期性的读这个 周期性的读这个编码器的值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这个 读取这个编码器的这个函数 那么实际上我们只用到这个 因为我们只读取T4的 它这个读取的值的话呢 那个是很直接的 直接把这个T4技术器的值 给它读回来之后 然后把它制量 让它重新再回去技术去 然后因为这个 SMSR这个编码器是16倍的 所以你不把它清零的话 它很容易就溢出了 所以要快速的读 读完之后清零 再让它重新记 不要两次读之间 不要间隔很长时间 不然的话它会溢出的 溢出的话就彻底不准了 那么我们这个 测速呢 主要是在这里 就是我们T3定时器 它设定的是10毫秒 中段一次 然后在这个T3定时器的 这个中段服务函数里面 我们去读这个编码器的 这个编码 然后这个实际上就是已经 脉冲数已经出来 脉冲数如果你处于这个时间的话 然后M法 T法等等都可以算了 当然我们现在只是把这个脉冲数返回来 然后呢显示到 返回回来 辅读到这个编量里面去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 我们的这个用户命令 6号命令去让它显示这个 编码器的读数 好 那么我们现在 程序已经下载到我们这个电路里面去 我们现在实际的去 试一下 好 我把这个电路打开 那么它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初始化 我们先把这个串口连接上 好 这些初始化已经完成了 完成之后呢 我们来 看一下 我给它设定一个转速 然后呢 我这边车已经开始转了 然后我再去用我的读取速度命令去读取这个速度 好 那么大家看到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编码器返回的速度 我们设定的是让它 每10毫秒 转30个脉冲 30个技术 啊 所以它反过来也就是30个 但是还有一个开环的话 它就不稳定了 会会随着这个环节因素变化而变化 然后我们改成这个 更高速的我们再读一下 OK 还是一样了 好 我们把它降低 然后我们再来读一下我们的这个 编码器的技术 啊 OK 那么 维持在我们这个 啊 其中有一个维持在我们这个设定值上 另外一个呢 就不太准了 所以这是一个开环一个闭环 相当于是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用这个我们这个smsr的这个定时器的这个编码器模式来反馈我们这个电机的这个转速啊 实际上我们还可以把它调的更快一点 再转起来就更疯狂了 那么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 反馈值还是可以读回来 好 好 我们先把它停掉 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课程呢讲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好 希望大家回去仔细的去理解一下pp中所讲的内容 然后实际的编程去呃感受一下啊可能手边没有硬件的话 但是也就也要理解这个过程好 那么今天这个课程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